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冲突的冲 那么其实无论是战也好 冲也好 变也好 其实都是相关联的 那么上一节我们讲到了美中之间的贸易战 美中之间贸易战我们也联系到川普要改变整个贸易系统的游戏规则 那么就是变 这种冲突其实不但在这个贸易系统里面 在我们华人的社会我们也看到了 比如说台湾的这个九合一选举 台湾的九合一选举有很多看点 首先大家都认为它是未来就是2020台湾中华民国总统大选的一个前哨战 这次选举的结果可以启示大家 2020台湾的这个总统大选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那么开始大家都觉得国民党开始好像没有太大的希望 因为这个国民党自从失去这个政权之后 好像一直一蹶不振 但是突然冒出了一个韩国瑜 韩国瑜的出现似乎把整个台湾的九合一选战全部给改变了 那么最终国民党拿下了大多数的这个县市长这个席位 这个席位的夺取会给未来台湾岛内的政治力量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会不会影响到两岸之间的战争与和平 魏师兄怎么看 是这样 在这个台湾九合一选举之前 也就是十月份 我去了一次台北 然后呢 走到几个地方 整体感觉来讲呢 就是说因为毕竟是几天的时间嘛 并没有参与到 竹马观花 看到的呢 当然那是选举的这些候选人的竞选招牌 标语口号 然后呢 这个 坐这个 第一次的时候呢 跟这个第一次谈几句 但是他们都不太讲这些话题 所以呢 这次韩国瑜突然这个出现 是等于这个 让这个国民党空降到高雄 北约也是一个绿营比较这个集中的 传统的势力 他当选了 实际上韩国瑜提出口号呢 也非常简单 就是说这个 让自己的产品能够走出去 人进得来 或出得去 这很简单 大家都花财 对不对 对 对 这很简单 那么实际上就抓住一个根本的话题呢 就是实际上就是个民生嘛 民生经济 民生经济嘛 那民生经济呢 这个与两岸的关系有关 因为这个已经是成为一个事实 就是说实际上呢 在马英九执政的八年当中呢 做的事呢 就是韩国瑜的口号 就是让这个货出去 让人进来 我觉得这个国民党执政的八年呢 做的也就是这件事 那么实际上来讲呢 等这个民进党 这个蔡英文上来以后呢 还是 我认为还是意识形态呢 在作怪 他并没有把握住民生 作为一个 你一个政治家也好 或者是一个这个 你个全毛家 不管怎么样 这民生你是一定要放在第一位的 但是他没有放在第一位 反而呢 正义转型 对对对 就是属于正义 还是意识形态的气味非常浓厚吧 结果呢 导致两岸关系 这个急剧的这个下降 那么也产生了 最直接的影响是两岸的经贸往来 受到很大影响 那么这冲击到台湾的社会 冲击到台湾的民生 那韩国瑜 我觉得他呢 只不过就是说 把国民党做过的东西 把这个口号呢 又拿出来 那当然呢 这个民生不好 那老百姓你不管你是什么意识形态 都要造你的反 那么呢 我觉得他这个就是说 实际上呢 他顺应了这样一个这个民意 而且呢 他本人来讲 虽然是这个国民党派去的 但是党派这种这个意识形态呢 并不明显 而且呢 他当选以后 还有这个明确的 就是表示不参加 在上海有一个就是这个 双层论坛 双层论坛 他不参加 这个为什么不参加呢 我觉得他也是避免这个 就把自己这个 把意识形态跟两岸之间的 对对 放进去 所以魏师兄你的想法是 选战很简单 回归到民生经济话题 对 我认为就是这样 我认为是这样 所以这次这个台湾九合一选举 让大家用变天两个字来形容 那么这就是 这个项律师你所说的变 但是项律师想请教你 这次韩国瑜也好 卢秀燕也好 能够出人意料了 在这个高雄 台中 获得这个选战的胜利 你认为这是民进党 跟国民党之间的 力量对比的改变吗 还是因为韩国瑜个人 就像如这个魏师兄所说的 只是回归到一个原始的话题 就能获得选战的胜利 我想民进党 在这两年来的执政 就到台湾的这个政府里面 去执政以后呢 它有几个问题呢 让人民觉得非常的 其实到了痛苦的地步 第一个是身体的健康 那么就是所谓这个空污的问题 空污污染 那么很多人的这个老人小孩 包括这个气管 支气管都受不了了 那么所以这个是这样的话 让人觉得生命呢 甚至于会失掉意义 第二个就是意识形态挂帅太久 意识形态挂帅久了以后 听起来的时候 很觉得很好 口号很好听 口号很好听 但是除了整人以外呢 另外还要注意到 你顾到了民生没有 民生经济没有 如果我们每天吃饭都吃不饱的话 你告诉我说 意识形态口号很响亮 那么这个是没有用的 到了最后人心思变 人心思变是什么呢 孩子老人家没有好健康 大人中间这个阶段的人呢 受苦 然后呢没有办法 经济生活上没有办法 这个拿出这个经济力量 来供应他的子女父母亲的需要 这是一种痛苦 所以呢我认为这个 过去美国在 曾经有几位总统执政的时候 提出竞选的时候 提出来说痛苦啊 是有指数的 什么痛苦指数呢 你的收入大概是多少 你的通货膨胀大概是多少 你的小孩大概有几个 你需要多少钱去养这些小孩 教育这些小孩 经济状况如何 景气如何 这个加到最后变成什么 可以算出来一个 你到底有多痛苦 这个指数 这个指数如果高 政府就会变 因为人心思变嘛 所以这个民进党执政之后 正义转型成了一个 经常话在嘴边的口号 但是在这个正义转型口号之下 我们看到更多的是 有些行为可能会导致了台湾岛内的民众更加分裂 连北农总经理民进党都要抢这个位置的话 那么给大家一种疑虑 最起码我个人有这种疑虑 所谓的正义转型是要把国民党赶尽杀绝 我们知道民主社会里边 党争是不应该用赶尽杀绝这种方式来实现的 那么所以这次台湾民众的选举 那么在项律师看来 你觉得台湾的民众真是转而支持国民党 还是台湾的民众转而反感民进党更多 还是像大家说的 这次胜利最大党就是反感民进党 是这是一个对台湾的政治来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机 这个转机对于民进党来讲 是让民进党有一个检讨的机会 深刻检讨的机会 对于国民党来讲 当然是赢得了这次的竞选 那么但是往下要怎么走 同样的 那国民党也要去反省一下 应该怎么样才能拿出更好的方案 那么避免掉这个所谓的 其他的这个过去的一个错误 但是这一个错误 所谓的错误 里面是受制于这个所谓的意识形态 很大 等于台湾当时的这个政治 等于我认为僵化的很厉害 那么这次韩国瑜这个例子出来以后 把他水给搞活了 这个活水呢是给台湾的人民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机会 这个机会就是这个活水 其实很多人把经济当做 就形容做水了 因为这个经济跟水是一样的 你怎么样去逆水性做是没有用的 因为水就是向下 那么不管你的这个防堵漏是多么的厉害 这个水一定会向下渗透 这就是人民的心理 所以韩国瑜其实大家经常说 他并不是一个传统的国民党人 也不是一个典型的国民党人 韩国瑜会令国民党改变吗 韩国瑜先生的这个想法 这个概念呢 我想应该是影响到台湾的每一个人 大家都开始注意到 这个经济民生问题的重要性 过去几年来呢 大家都是这个 这个去谈这个意识形态的问题 已经忽视掉了这个 这个所谓的经济这个重要 经济事实上最重要 美国川普到现在 他不管他这个人的个性 他的做法 不管这个美国选民对他的这个支持 或者不支持 重点也在这个经济 所以川普现在还是有一定的支持度 还是因为经济在支撑他 以他个人日常的行为表现 早就应该被唾弃了 那么台湾也是一样 这次选举让我们看到 其实民生经济 才是大家最关心的 至于政治话题 意识形态的东西 在这个经济发展的同时 可以讨论一下 如果经济都不发展了 意识形态还拿来干什么呢 那么所以现在我们看到 在台湾岛内不但是两党之间 国民党跟民进党之间 这个力量对比在发生变化 那么还有两岸之间的关系 未来会发生什么变化 会打一仗吗 会战吗 现在是这样 大家都说这个9和1选举 是这个未来2020年台湾这个 总统选举的前兽战 一个前兽战 但这里边应该是这么看 就是说国民党的问题 本身有很多 第一不团结 第二就是说国民党推选出来的人 这点我觉得到现在 可能还没有就是说一个比较这个 这样有号召力的 有号召力的 那么这是从传统的角度来讲 那能不能从另一个角度来 就是说国民党如果在推选 总统候选人的时候 对吧 他把这思路放开阔一些 比如说一些不被看好的韩国瑜 当了高雄当选 那如果说这个国民党 他有一种比较好的思路 从传统的这些接班人当中 把这些人排除能不能再找出一些更好的人 我想台湾也是应该是有很多人才 可用选择 如果选到一个好的人的话 那么两岸的和平就可以 他是这样 这个个人的行为 对于政党 对于国家的前途 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这个我是这样看 因为就是大家把你推出来以后 你要掌握这个国家的方向 不能说一言九鼎 也差不多少 包括现在这个川普不也是一样吗 个人有很多事 但是他的幕僚像走马灯似的 换来换去 但是你依然撼动不了他 因为他是国家的总统 那么国民党2020年的情况也是一样 两岸关系也是一样 就这个人 虽然我们批判说蔡英文 不承认九二共识 但他也没有很强硬的动作 对吧 他就是一直这样 不温不火的 把两岸关系 就没有让两岸关系 达到那种 没有到陈水扁那个 对对对对对的 对对对程度 因为他毕竟是文人 他还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两岸关系 要看这个2020年台湾 这个总统的领导人是谁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 才决定战以和 我觉得这与这个两岸关系的和平 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关系